大家好 歡迎收看 房大叔看房 別心軟 該真就真 電影《教父》裡有句台詞 沒有邊界的心軟 只會讓對方得尊氣質 毫無原則的仁慈 只會讓對方為所欲為 單位是你打工的地方 不是你的家庭 也很少會出現你的家人 如果你感覺受到我的委屈 你也要忍住眼淚 回家向你爹媽 向你愛人去情書 當你走進職場的時候 就要習慣暗中講鬥 沒有絕對的公平 別像個孩子一樣 覺得世界應該充滿著好人 三無兩句的貼心話 你就敢要感動到流眼淚 只為了晉升 你要爭取 別猶豫 《西游記》的作家吳承恩 他博覽群書 拆高八抖 但是他就是時運不济 到了中年的時候 他才考取了共生 到了六十多歲的時候 他才做到一個現成的職位 他的上司 處處的連壓他 可是他卻不懂得如何去攀附權貴 只能忍氣獨生 有一次 他因為沒有完成徵收任務 被關進了牢籠 又因為證據不足 被釋放了出來 他生氣的離開官場回家寫說 其實 任何連帶都存在著官大一直壓死人的現象 如果你不願意被人攆壓 你要堅持往上走 去攆壓別人 職場是一個精緻打的結構 底層的人很多 高層的人很少 但是你要堅持去爭 總有機會往上走一步 謙卑 禮浪 是很高尚的行為 但是你一浪再浪 別人就會當忍不浪 你一直猶豫 就會錯過機會 並且隨著年紀的增長 而錯失晉升的一個機會 機會來了 你要果斷的毛遂之間 或者找到可以欣賞你的上司 讓他為你出謀劃策 更好的位置才能突出更好 惡意刁難 你要回擊 別低頭 戰國時代 秦湘王四強凌落 想要趙惠王把他價值連成的核式幣送給他 趙國大臣的林相如奉命去請我談談 剛開始的時候 秦湘王假惺惺的冤用十五座的城池 去換取這個核式幣 林相如他拿起的核式幣就要去撞柱子 並且距離離真 最後這一句成語叫做完壁歸兆 單位上趕於刁難的你 要嘛有能賣 要嘛有本事 他們認為你就是一個最底層的人 所以隨意的欺負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冷壽 覺得每天退一步對別人微笑 就可以化解而言 可是你越心軟 別人就會越作為作 得尊幾次 要知道有人總是刁難你 其實你是灌出來的 正確的做法就是還擊 所以說狹路相逢勇者勝 關腳的不怕穿鞋 當你憤怒的時候 別人是會懼怕你的 要明白 單位上的人 也是本單位有各種級別和待遇 離開這個單位 大家都是普通人 連你的上司也不例外 因此不要一直低頭 只要你能力足夠 適當的回心 展示自己 小人被罰 你要冷淡 別同情 同情是一把雙刃劍 不會用的話 就會變成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一般來說 單位上的小人被懲罰了 很多人都會拍手稱快 但是不會表現出來 有一部分人會表現同情 留下一張感情牌 聰明的人會很淡漠 不同情也不幸在任何 這樣做才不會去傷害到自己 我們單位有一個業務小趙 到了月底 他總是要跟幾個好的客戶 串通一氣寫下假合約 到了月初又取消合約 以此來提高業績 並且拿到更多的提升 後來小趙的行為被上司發現了 受到對應的處罰 和小趙同一個辦公室的小李 一直安慰小趙 還到上司的面前求情 結果小李被認為同我一起受懲罰 百口莫辯 你把好心給錯的人 無疑是把你自己帶盡的陷阱 做人要遠離是是非非 別以為同情別人就可以拓展人脈 來日可以得到對方的幫助 既人比拼 你要使勁 別保守 古人說 勢不可使盡 聰明不可用盡 一支劍不管你力量多大 到了白尺之外 都會變成強盧之末 連一張尺都無法穿越 真正有頭腦的人 他會理解古人的話 不僅可以得到好成績 還能超越自己 東漢末年 有一個叫楊佩的人 曹操提拔他當夜城的一個縣令 楊佩還未去赴任之前 就信誓旦旦的說 一定會使出十分的力量 當地的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主動服從管理 一個人把真本事給亮出來 其實就是一種造勢的行為 特別在上司面前 你這樣做一定會得到賞識 在這個人人都很忙的社會 你是要把功夫藏著掖著 上司沒時間去深入調查你 最後職場是百胡針流 和互相互助共存的一個地方 社會和家庭是彼此的謙讓 跟相守相愛的地方 你想要混得順風順水 還是要樹立硬漢的形象 任何一個上司 都喜歡去提拔那些 可以獨當一命的下司 你總是柔柔弱弱 還動不動就流淚 抱怨職場的不公 那麼你一開頭就虛了 職場之事講究天時地利等 領導者的賞識 存在的叢林法則 比拼人事的變動 就是天時 好的位置就是地利 領導者的賞識 同事的推薦就是人和 這些優勢你不去爭 就會一直錯過 所謂的成長 就像爛泥巴燒成磚瓦的一個過程 願你別心碗泥泥 要剛樓並進 珍惜必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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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